那怎看 現在每個都說7171等大禮 那現在就真的已經到來7日了 明天就是了 那會不會知道今天開始散水還是怎樣 你看這一輪那個聲勢 有沒有可以延續到之後呢 我們短暫應該怎樣操作呢 如果你說今天我覺得都是外遺痘 可能在這些維修 那你預計了因為也有三天假期 那我猜都是在這些位置 就是不升不跌這樣打橫行 就是其實今晚如果這間收市 收到22000 怎麼收呢 其實我也覺得已經很好的 那如果你說究竟可不可以延續到7後 就是下星期一回來 那我自己覺得都是樂觀的 就是你會見到就是 有一幅圖都見到 那你會見到就是其實 早兩天 兩三天 那其實已經突破了之前那個 22000那個位的了 其實就已經一浪高於一浪 那所以如果再度上去 就下一個目標就應該是22700那個位置 就是之前跌下來的那個位置 再前那些3月時的頂位 那所以會慢慢試一些高位 那如果你說延續的話 那有什麼股份呢 那其實需要可能是一些大價股份 要配合到 那尤其是美團 有邦 你看到有邦也很厲害 那所以我自己會預計就是可能 那些權重股會趁預指數去嘗試 那些高位收復之前的頂位 或者那些裂口先 當然大家很關注就是大市的走勢 那因為我們看整個下半年來講 那港股可不可以說那個表現可以延續著這個的 那近期好像都很閃鏡 又跟著A股上 那個關注 我們應該留意些什麼的因素 去看這個大市 如果你說恆指來講呢 短線都或者叫做下一季 就是Q3 我自己覺得是OK的 永遠都OK的 原因就是因為你見到國內的經濟數據 都有一個PMI等等 都有一個V型反彈 就是由一個收縮變成擴張 或者數據突然間由封城變成開 的時候可能都會有一個突然間的V彈 那你會見到股價都會隨之而反映 那所以你說整體指數 我自己覺得是會跟著那個大環境去走的 那再加上你說看什麼板塊呢 我自己覺得Q3或者Q4比較好的板塊 可能仍然都是一些新能源汽車 是的 原因就是你都 剛剛上個禮拜其實也有個news出來 就是說他會補貼一些新能源汽車 那一輛車就是一萬元人民幣 那其實你會見到就是說 可能這些股份會保持著在一些高位 或者叫做不斷地破頂 其實1211現在畫面中看到第一隻那個 其實就在早兩天已經破頂 就是見過330多的 就是比恆指3萬1那個時候 那就是說其實你會見到就是說 就是叫做資金拍了進去 就是率先已經選了這些股份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要選一些強勢 可能這個板塊會是順風一些 就是尤其是順利的政策 再加上如果恆指做得好的話 那就如虎添翼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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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